哈囉各位大家好,我是炒麵牛 那今天要帶你瞭解的是這次的偶像 偶像組合的人物到底好不好用呢? 因為可能篇幅很長,所以我們快點講 好,直接進入我們的正題 首先我們直接看三維的表現 三維的表現就是在正常的洩飛情況下 跟Mu洩飛的差距其實在耐久度跟火力上有差別 那耐久度大概少了將近快200的血量 那火力其實只掉了3 說實在的火力沒有掉那麼多 那在其他的裝備的補陣上面都一樣 可是他只有在耐久跟火力稍微掉了一些 那克里芙蘭也是一樣 在Mu洩飛的克里芙蘭也是耐久掉了比較多 快500 那其實在火力上面是沒有掉太多,只有掉3 3其實已經不算是太大的幅度 那其他在武器兵裝補陣上都一樣 都是主炮加2 然後效率也都一樣 所以只有在坦度上面有所下降 那再來我們看到的是 西佩爾 西佩爾,Mu冰裝的西佩爾其實也是在耐久度 稍稍的降低了一些 降低大概100多 其實也不算太多 那可是他在火力上面是沒有降 他有降的地方是在雷裝 雷裝只降了5 那其他的都一樣 武器效率也都一樣 所以基本上也是只有耐久會掉下來一些些而已 那刺程也是 刺程在耐久的部分其實只掉了40多而已 正常來說只掉40 然後航空只掉了1 只掉1而已 其實其他的都一樣 然後各個武器效率上面其實也都是一樣 323的一個數字 所以只是在耐久稍微掉一點點 航空只掉1 基本上他們兩個是沒有太大的差距 就正常的航空空襲來上 好 最後我們要介紹的是這個 大家加 在Mu加加的部分呢 一樣 血量也稍微掉下來了 不過也是掉的很接近 還掉12而已 12耐久 那裝天火力方面 火力只掉了1 對空呢 是掉了比較多 他掉了4 其實也是在誤差範圍裡面 我認為這是在誤差範圍裡面 所以其實反應在實際戰鬥上面 可能沒有這麼明顯 那比較有差異的地方就是他的 裝備 主砲效率上面 那主砲效率 這個科研的是有180% 然後對空有80% 那Mu冰裝的是 戰艦砲主砲只有170% 然後對空炮只有70% 所以 確實 在 武器效率上面 這個Mu加加 好像是 略性欲籌的感覺 那其實 是不是這樣呢 我們接下來看 我們的技能分析 好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個傳統的加加 他有一個防衛技能 在58以下的時候 會增加自己的迴避 還有回血 最多觸發兩次 相當不錯的一個保命技能 再來 攻擊技能一樣 他可以把主砲底座 拆成兩個獨立的砲座 然後呢 手動瞄準的時候 會額外增傷40% 還有特殊彈幕 是每20秒都會100% 產生特殊彈幕 所以 乍看之下 他在手動操作上面 有不錯的輸出 還有100%觸發的彈幕 那反過來說 他如果不是手動的話 他僅僅只有 有主砲的優勢 主砲效率的優勢 還有一個特殊彈幕的發揮 所以 真的要發揮他的強度 大概只能用在 手動 會有比較好的一個輸出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謬加加的部分 謬加加一樣 他的攻擊 也是可以把主砲底座 拆為獨立的 裝填一次可以拆成獨立的兩個 砲座去做施放 那每放一次就會更換 這個主砲的彈藥系統 那補陣大概就是像 這邊可以看到的 一般來說 流彈對輕甲比較有優勢 對中甲就也還不錯 對中甲就開始有 有比較低落的情況 不過普遍還是會用流彈 那射甲彈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就是他射甲彈打輕甲的部分 非常的低落 所以我們只能期待他在打 中中甲會有比較好的表現 可是這個櫻附彈相當的誇張 櫻附彈在對輕甲保有140% 那對中中甲也會來到115% 非常的可怕 那射甲彈的部分 以往我們認知的 對輕甲弱勢的射甲彈 在櫻附藍彈的時候 有100%的發揮 那中中甲也是有不錯的 更好的一個提升 所以櫻附彈打完了紅 會變成下一招打藍 打完藍之後 又會轉成紅 所以他整個不斷的交叉交叉的一個輸出 對可以達到一個完美的平衡 而且這紅色的櫻附可以燃燒 可以發揮點燃 那藍色的櫻附可以打中中甲 有不錯的效率 而且他的擴散的範圍也會收束起來 不會那麼的分散 所以對打專一敵人 會有不錯的一個效果 所以他的主砲底座分開 就代表了 他在自律的情況下 他可以有每次進攻都有10天的效果 10天的效果 我們可以在畫面看到 他只要對方一直在移動的情況下 我們都可以用開砲的效果去有效命動對方 這個效果是非常可怕的 那再來是他的輔助技能 一樣 他在激素條件的情況下 他會有自己增傷12% 那如果跟別人一起出去 就是MU艦隊一起出去的話 偶數會有自己的減傷 那另外一部分 他也是身為MU艦隊的旗艦 他如果開砲 我方的MU艦隊的人 的火力、雷裝、航空都會再加6% 他主砲底座可以分兩次 所以他會有兩次的開砲 所以就會加12%在武方的艦隊上面 所以他算是整個MU艦隊的一個核心 單獨出去呢 他有自己的主砲優勢 那跟MU艦隊出去呢 他可以BUFF 所以有MU艦隊的火力、雷裝 還有航空的傷害 所以前面看 好像跟MU艦隊的根本體 好像在火力上面 有一點點的落差 可是在這個技能上面 他完整的彌補過去了 所以這個MU艦隊是一個核心中的核心 再來赤城的部分 首先宏技的地方 就是 也是因為跟MU艦隊的艦隊 一起出擊之後 會有特殊的情況 激素的MU艦隊 在自己的航空攻擊 結束後10秒 會額外發動彈幕機 那激素回合是用爆擊機 那偶數劍的話 就是用一個攻擊機 就是魚雷 這個魚雷 就是屬於蟲鷹的航空魚雷 所以就是 極速型的這個魚雷 那這個傷害其實煉滿的話 其實你也不用太期待 他的傷害會非常的可怕 其實就只是單純輕輕 雜魚的一個彈幕技能而已 其實威力並不是這麼大 算是在刀中補一些傷害的一個攻擊技能 主要還是來自於他的航空傷害 那另外一個也是一樣 第一回合的攻擊狀態之間會有40%的縮短 正常的加賀刺程是50%的縮短 那這個MU刺程呢是40% 然後也是一樣 MU冰裝存在的場合的話 每加一隻會加10%的航空值 所以最多是40%的航空值加算 所以就表示說這個MU刺程 注定是要綁定那個 我們的MU戰隊一起出擊 會比較有效率的 那當然他也可以跟一般的加賀去出擊 那加賀也會觸發一航戰 然後利用這個不同的裝潛時間 50%跟40% 可以完美的錯開他們航空起飛的一個時間 那至少就不會有飛機對海投資的問題了 好來講一下MU洩飛 他的攻擊技能呢是每三次的除暴攻擊 下一次就是會有特殊的陰符攻擊 那這個陰符攻擊是屬於藍色的 所以呢這陰符攻擊大概補證是多少呢 我們可以直接從圖來看一下 正常的徹甲彈大概是這樣 就屬於一般的客跌砲吧 大概就是180-60 那科研砲的進階的海王砲1524隻呢 其實會多10%的一個補證 那流彈也是一樣 在科研砲的部分也都會有比較好的一個補證 那每三次他會轉換成陰符徹甲彈 那這個徹甲彈是屬於藍色屬性的 還有貫通的一個效果 所以他在補證上面是120-120-100 那其實比起來 他原本對於這個徹甲彈在一般的徹甲彈的平衡上面 是補證相當的多 所以這個技能點高了 對這個徹甲彈的效果會是比較好的 那再來他的全彈發射 他是屬於紫色的通常彈 但是這個通常彈呢 其實也是有相當高的一個補證 那比起他原本原廠的這個全彈發射的補證 還要來的高 所以我們可以期待他的全彈發射會有比較好的輸出 然後呢他的徹甲彈的 第四砲 我們說3加1嘛 第四砲的徹甲彈的傷害也會來的比較高 因為這是陰符彈的一個效果 然後再來第二季屬於防禦的一個技能 這個技能其實很簡單 就是只要他不是在第一個 只要是在最尾巴的一個成員的話 他就會發起這個寶牌的一個效果 那這個寶牌的效果呢 是24% 當前方的所有成員 包含他自己 24%都會有機會有32%的減傷 這個做過實驗呢 在兩個人的情況下 他位於最尾巴 前面的人可以受到減傷 那包含他自己 也可以受到減傷 那聰明的人應該會想到用蟹肥 傳統蟹肥也可以讓你半減 他也一樣可以吃到這個半減的效果 因為只要血量比傳統蟹肥還要低 就可以有機會 享受到傷害半減的效果 但是他們之間他們的機率是獨立的 所以半減有半減的機率 那這個32%減傷有32%的減傷的機率 所以套用在第一個人身上 他們可以同時觸發 也可以個別觸發 那同時觸發的減傷 非常的幅度非常的大 所以這個算是不錯的一個寶牌技能 所以這邊我比較推薦的裝備 所以我覺得還是屬於用152四字三連砲 他是徹甲彈 那他的特殊的那個彈幕 是屬於紫色的通常彈 那彈幕的效果非常的好 那所以我們要用這種攻速比較快的主砲 去觸發他的特殊彈幕 然後他的徹甲彈的威力也是不錯的 那魚雷當然磁聯 剩下的就看要用到什麼地方 用什麼樣的設備了 好 接著米爾克蝶的紅技呢 也是15秒會有一次觸發 每一次觸發時間是8秒 那他的主砲會改成 米爾冰裝的紫色彈藥 那這個補陣是什麼樣呢 我們可以看到紫色的補陣也是120 120 其實對每一個裝甲都有優勢 那傳統的 剛剛我們也看到 傳統的射甲彈 跟傳統的榴彈 大概補陣都在這附近 當然啦 後面都是會用到科研砲的一個系統 那每15秒觸發一次 那有時候集中有8秒 所以其實覆蓋率幾乎有一半 一半的覆蓋率 所以你大概可以期望說 有一半的時間 都會用到這個紫色音符 那這個紫色音符 其實他是有誘導性的 就像3D5改造完 他的子彈出去是會稍微有點偏移 然後會比較有效去命中對方的一個特色 那在全彈發射也是一樣 他是屬於撤甲彈的全彈發射 那跟以往的比起來 也是在補色上面有非常好的一個進步 那也是有貫通的效果 所以這一次的推薦 其實也是希望他能夠 在有限的時間做出比較好的輸出 然後也能夠提供他快速到達全彈發射的一個 一個時間點 所以主要加一其實很快 所以我們一般還是會選用 攻速快的武器給他 會比較好 好再來第二季的部分 就是對空的系列 那傳統的刻跌他是在對空的時候 有機率會增加自己的對空值 那相對的他會去減少他自己的火力 所以他是機率性的喔 他是40%機率會觸發射的效果 可是這一次的MU克跌是 只要能夠把飛機擊落下來 這8秒間他就會對空增加8% 最高跌是4回 所以就是加了32%對空 飛機一直掉下來 他就一直加 不斷的刷新刷新 這個在12張跟13張 一堆飛機的情況下 他可以保證 有飛機他就不斷的會觸發這個技能 所以在整個對空的屬性上面 他會是相當的優勢 比傳統刻跌還要有優勢 因為他的對空跟效率都沒有減 剛剛看到那個圖表 所以他在對空的屬性上面 會比傳統刻跌還得好 然後火力其實也沒有輸太多 因為火力值沒有輸 反而是他的武器效率的補陣 變得比較高 所以他單體作單能力 甚至我覺得 算是火力型的刻跌 所以這邊的裝備 推薦其實也是一樣 用這個攻速快的一個裝備 像是這個四字的152 攻速就很快 那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用傳統的刻跌砲 也是可以做替代的 因為他們兩個攻速其實差距也不是這麼大 再來副砲部分 其實你可以用金高屏 你可以用這隻可以打撈的這個 紫色的B38 當然他有金色版本 不過這也是蠻稀有的 那其實這個紫色的已經相當於一個金高屏的火力了 DPS已經跟他一樣了 所以這個便宜又大玩 用來裝副砲其實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那剩下的也是看 要對應什麼場合 用什麼樣的一個設備 那對空方面其實就是 有金的就用金的這樣 好最後是我們沒有冰裝的這個西佩爾 首先紅技一樣就是轉彈種的一個部分 開始戰鬥12秒一定會轉換成紅色的音符彈種 那之後每20秒會有機率性的轉換 那這個彈種的效率呢 我們可以直接看這個系統 紅色的音符彈大概是100、120、100 那對於上傳統的徹甲彈 其實在中甲是比較有補陣 那輕重就沒有那麼好的補陣 油彈是在對輕甲會有不錯的一個輸出 那科研砲這個310呢 其實對輕重都有一個不錯的一個輸出 那中甲本來就比較少 那所以這個技能其實在流彈的部分 補陣是有還不錯 對中甲有補起來 可是對輕甲方面反而犧牲了一些傳統的一個對甲補陣 那拳彈發射其實也是相對於原來的拳彈發射 有更上一層樓的表現 然後整個拳彈發射的輸出也將近是快要原廠的兩倍 那對裝甲補陣也是不錯的 那這個音符彈這個是點滿才有110%到120%的 那如果你不點滿的話 就也是出的是101跟111 然後91 因為原本就是出11級嘛 你減10就對了 所以就算你不點這個音符彈的話 其實說實在啦 原廠的這個310也夠用了 就是用原廠的310 流彈炮其實也是滿堪用的 因為這條船其實重點也不是說這麼的靠需要主炮去打 因為它不是主炮加一個船 那取而代之的是它的防禦面是比較令人敬佩的 那這個是一樣它30秒會開盾 然後盾可以擋10發子彈 最後呢可以持續15秒 總共是兩枚的盾 那它的優勢是在開場直接就是直接開盾 它如果是位於前排第一位的話 開場直接開盾 開場直接開盾的這個角色這個技能 只有在羅恩 科研長羅恩 而且是龍骨改造完之後的技能 才有開場開盾 那開場開盾有什麼好處 像是我們在打精英怪打C連的時候 會有很多的子彈不斷的飛來 所以開場開盾可以有效的去抑制這個開場 就吃一堆傷害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技能相當稀有 整個遊戲到目前為止 只有羅恩還有這個謬平裝的希佩兒 有這樣開場開盾的技能 所以這個技能非常的稀有非常的珍貴 所以這隻技能在這隻角色上面 是最大的亮點 然後輸出其實不用太過於去期待 所以一般來說它的裝備 因為用傳統的榴彈就不錯了 那這個攻速也比較快 可以期待它打出全彈發射的一個次數 然後魚雷有比較高的一個補陣 不過它魚雷的雷裝技能其實比較低落 其實也不用太期待它的魚雷的表現 剩下就是裝迴避 還有裝血量之類的 或是增加命中的一個雷打 就很好用了 好 如果你真的沒資源也沒那麼多盡力的話 真的該練的角色有哪些 大概就是這三個人 陸加加他本來自己就可以可輔可打 然後克里夫蘭本來自己先練優勢就不錯 主彈的彈種補陣也可以 也有不錯的對空能力 那謝飛有保牌的能力 保牌的能力 保牌 因為不吃血量 只要吃位置 最後一個人就可以發揮這個保牌的能力 然後在彈種彈種的轉換上面 其實效率也不錯 身份該練的話就是這三個人可以一起練 然後一起出去 三人成型激素型可以增加Mew++的火力傷害 增加12% 那Mew++可以給予前排的火力還有雷裝的一個支援效果 好啦 以上就是這一期Mew冰裝的一個介紹 希望你會有所了解 那我是草悶妞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